OK,那再來的話 我們剛剛,我有把 剛剛我打好的程式 公式其實放在雲端白板上面的 第30頁的地方 你可以再找一下 那理論上,反正就不外乎就是用fine 概念,然後 再配合ifl ifl實際上就是如果找不到 這個資料,它會出現 仅value錯誤,再去找理 那如果再找不到,再外面包一個區 那當然未來 你們在工作上應該會常常遇到 你要找的條件,可能不只三個 如果不只三個,沒關係,你在外面去包 反正你就把 可能的這個邏輯 規則找到,然後呢 把它弄成一串 理論上應該就是前面那個字是什麼 或後面那個字是什麼 然後你把前面的字 把後面的字減到前面的字的位置 理論上就是你要找的那些字 OK 那可能是字啦 也有可能是一串字跟數字 有的時候是一串文字加數字 串在一起 那你只需要裡面的數字的話 那其實也可以利用類似的方法 當然還有別的方法啦 不過理論上以剛剛我們這個邏輯 其實這個方法也許我想到應該是相對比較容易 而且比較好理解的啦 如果你有其他的方法,歡迎你可以再提出來 可以再討論 如果你有這個欄位之後的話 那接下來的話我們就可以來匯視一些圖表 那比如說我想知道一件事 那就是到底台北市哪些地方居住的時候 哪一條路上面 要特別要小心會有小偷容易入侵的問題 OK 那當然你直覺上猜 如果你對台北市不陌生的話 應該也大概知道說哪些地方 可能相對治安比較差一點點 那應該不意外 應該就跟中山區有點關係 可能中山區附近那幾條路上面 應該是還蠻特別要小心 那不知道為什麼 或者是萬華區吧 也許萬華區某些的路上面等等的 OK 可能就是應該跟哪一區應該也有點關係吧 因為這個是相呼應的 OK 所以呢第一個 我要知道哪一條路 所以我要先變出這個路的欄位 那第二個的話 游標放在這個範圍之內 插入樞紐分析表 然後一樣就是說 我們在這邊的話 他會先抓這個範圍到底 A1到H欄 OK 的3440 對 按確定 好 那接下來的話呢 一樣啦 其實那個邏輯跟之前差不多 把路接到拖拉到列 把路接到拖拉到10 OK 但是你會發現 這邊會跳出有一些 好像一些相關的錯誤 所以這個可能還要再看看 為什麼他這幾個資料會出錯 顯然是 也許我們規則裡面 是不是沒有寒刮到這邊 如果資料不多 理論上我們可以暫時先忽略 OK 不然的話還要再把那些錯誤挑出來 修正 不過理論上應該是這個地址 他在輸入的時候 可能就是會有錯誤了 比如說 那在資料裡面 他剛好前面 他就會多個刮 像這個應該是前面多刮鬍 所以呢 也許我們可以再針對 或者是說啦 你在前置之外 你乾脆把這個不需要的刮鬍 把它移除掉 然後再來做那個公司 其實也是一式方法 那接下來如果我希望 因為我的需求是 想要找到那個 數量最多的 所以我可以 產生這個樞紐分析之後的話 再把優標放B4 然後呢 找到資料裡面的 Z到A 把它做排序一下 那你可以看到 這個時候 他就幫我按照那個 數量做排序 那當然 理論上多的應該 這個資料應該是正確的 那接下來的話 我們就是在 把它留下前10名 那目前可以看到 如果Ctrl向下的話 這邊有500多個 OK 所以太多了 我們如果要 會是直線圖的話 那可能會 這個圖會非常的密集 而且其實不好辨識 因為我們重點就是前10個 那怎麼樣取得前10個 那蠻簡單 這邊列標籤隔壁有一個 篩選的按鈕 你把它按下去之後的話 它會跳出 你到底要按照什麼樣的條件 有沒有 其實這排序 其實我們剛剛就排序 然後另外的話呢 你可以看到在 直的篩選裡面 會看到有一個 叫做前10項 那你就點擊前10項之後 按確定就可以了 那它會自動留下前10項 那其他的呢 它就幫你隱藏起來了 OK不要出現 OK 那你可以看到 目前喔 第一名的話 就中山北路 而且 它跟第二名之間的差距 其實還蠻大的 快要 多了快要 至少它超過50%吧 所以顯然自安應該 應該是差不多50% 多50%的 自安的那個 住宅切到 那當然如果你想要知道 個別性的 比如說你想知道 到底中山北路 的那個切到案件 是歷年來 到底是怎麼樣的一個變化情形的話 是它如果跟整體比較之下 是多還是少 如果你想要再進一步去分析的話 其實教各位有一個方法 你直接從那個什麼 我記得是從 從這個 它產生的數量 還是從這邊 點兩下 點兩下 那你會發現 你把102上面點兩下之後 這個時候呢 它會做什麼動作呢 它會在 原來的工作表 自動跳出 在左邊跳出一個新的工作表 然後呢 把剛剛的102筆資料 怎麼樣 直接幫你帶到這邊來 也就是說 所有的這個 中山北路發生的切到案件 它通通會幫你 直接獨立到這裡 Ctrl向下 那你可以看到 這邊就102筆資料在這裡 那當然如果你想知道一個訊息 到底它 這個切到的改善情形 所以其實你可以 再把它重新排序 按照編號重新排序 如果理論上它跳出來的上面都有篩選狀態 如果你要關閉的話 也可以資料裡面把篩選關閉 然後在優標放A1 把它直接在A到Z好了 按照它的編號排序 當然你也可以再繪製一個折線圖 那你在中山區跟整體的比較看看 到底它的這個歷年的變化 改善的情況是變越好還是變越不好 所以你可以從某一個 甚至其他的在比較一下 就是從小部分跟整體去做比較 看看結果如何 然後再把它刪掉了 所以這個地方等於 如果你想要從那個樞紐分析裡面 再延伸抓到它這相關的資料 其實點兩下就可以 在數量上點兩下 當然我們這個後面如果有興趣的話 也可以自己再試試看 再來的話呢 就是把這個樞紐分析再繪個圖 那繪圖的話一樣 樞紐分析表裡面的樞紐分析圖 然後找到預設直條圖 按個確定就可以了 那當然我們可以把這個圖 把它稍微拉大一點點 那你可以從圖上面可以看 甚至的話你可以在這個上面 把那個它的名稱稍微變動一下 比如說這個是叫什麼 叫這個陸接到的那個 比如說這個 陸接到前十名 就是應該是竊道 數量圖 我們就給它一個名稱 那一樣就是把這個地方 在字也許再放 把它加個紅色字出體 字也許叫20 ok 那這樣的話我們就可以得到一個 這個陸接到的這個 住宅切到前十名的一個數量圖 ok 那這樣一樣把這個名稱也變動一下 ok Ctrl C 然後這裡底下的話 再把它Ctrl V 貼上 那這樣的話我們就可以多一個 那一樣的道理 如果說你 因為上個禮拜其實有講到這個 歷年切到按鍵 其實我們這個樞紐分析表 跟樞紐分析圖 一樣可以透過錄製聚集產生 有沒有 那其實這邊一樣可以 所以也許你們可以練習看看 有沒有辦法自動產生 也就是說 前面這個部分是爬蟲 爬蟲之後呢加上三個欄位 加上三個欄位之後的話 再分別會是三個圖表 一個是歷年的統計圖 比例圖 跟數量圖 ok 那分別就可以讓它自動產生 哎呀 最後這個圖力也可以拿掉 OK 那 請各位試試看吧 所以這個地方 先產生這個資料 這個資料公式 如果你剛剛打的時候 發現錯誤的話 你可以從雲端白板上面的 第30頁裡面 其實就是這個公式 其實你可以Ctrl C 直接Ctrl V貼過去也OK 當然如果你想知道 到底哪裡出錯了 其實你可以再兩個比較一下 也許你就可以知道說 哪個地方你是出錯的 其實像公式最麻煩 最容易出錯的應該是那個 刮斧跟斗點 有時候其實少一個刮斧 或者少一個斗點 它不行就不行 ok 那怎麼辦 你也不要抓六角尖 不然你先拿我的 先貼上吧 然後呢 再跟你的比較看看 你就可以抓到錯誤 那以後不要再發生這個錯誤的話 那當然就ok了 好 那 待會因為我雲端上其實也有放 如果我今天希望可以把 這邊的這個公式 如果我今天不用那個 Excel函數來完成 其實也可以用VBA來完成 那只是說VBA要怎麼寫 這個我想如果有興趣同學 你可以參考那個雲端白板上面 在這個公式下方 其實也有改成這個VBA的一個寫法 那寫的方式的話 基本上一定是跑回圈 那回圈當然我這個範圍 其實你可以改成向下追蹤 那主要大概會有幾個地方 可能要特別注意的 第一個 如果我用Find的話 在VBA它沒有Find這個函數 所以我們可以用另外一個函數取代 叫做InStree 所以這個改成這個 那它的參數剛好顛倒 它是先去哪邊找 再去找什麼 剛好跟Find兩個參數是顛倒的 所以順序可能換一下 那如果InStree找到的位置 它就會顯示那個數字跟Find一樣 可是如果找不到的話 InStree回傳回來的結果會是0 也就是說 Find找不到是緊Value錯誤 但是InStree找不到的話是0 0的話實際上 在程式裡面就是False False就是 True跟False 就是不0值判斷 False就是沒有的意思 所以0 那我其實就可以直接把這邊 這個放在哪裡呢 放在if跟then中間 做什麼呢? 做一個邏輯判斷 判斷什麼呢? 如果有找到的話 那就是True 它就會0以外的數字 那就是1 1或1以外 那其實就是True 反正不是0的話 如果True的話 就是把前面那個字的位置 記在A這個變數裡面 所以其實如果你要寫的話 其實就是找到 如果找不到呢 就Alse一幅 OK 然後再去找0 所以其實 底下這一行 底下這兩行 是上面這兩行 複字貼過來 加一個Alse 然後換另外一個字 然後再貼 有沒有 所以其實你會發現 雖然看起來 是蠻多的 但實際上就是上面兩行貼下來的 然後尾巴加一個N的一幅 那再來 後面的位置 是把這個複字貼下來 所以你會發現 尾巴的 跟上面不太一樣的地方 就是上面是0里區 下面改成路接道就可以 那把變數 改成B就可以了 A就是 將來在那個位置 就是在那個地址裡面的哪個字開始 下一個字加1 然後B的話 就是它結束的位置 所以後面如果你要得到 它裡面的結果的話 那其實一樣可以用 VBA裡面的MID 把那個地址 這個G應該是地址的位置 如果不是G的話 可能是F 你可以把它改一下 改成F 然後A就是 找到0里區的位置加1 再把後面那個路接道的位置 減掉0里區位置 其實邏輯是幾乎一樣 那你也可以試試看 把它改成用VBA的方式 做一個敘述 OK 所以請各位試試看 把這個 台北市的住宅切到 今天主要是 多延伸一個欄位 那當然未來我是希望就是說 最好的這個結果是 乾脆先爬蟲 所以也許你們可以把這個爬蟲 先改成下載之後 然後幫我把這三個欄位一起產生 產生之後呢 再幫我把這個三個圖表 分別繪製出來 那這樣會更好 所以如果假設你希望把它全部串在一起的話 那其實以後呢你的工作 剩下就是只是按按鈕的這個感覺 所以請各位試試看吧 把剛剛這個部分先完成好了 然後另外繪製這個圖表 畫面喔 先再還給各位一下 OK